Hello,大家好,我是雅庭蜜思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庭蜜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基聊星座 我们要聊到的是三月份的蛇星座运势 这个三月份的天象里面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 很多星星都集中在同一个星座 而且能量很集中的一个情况 能量很集中的一个情况 其实就会带给一些星座比较强 比较有力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这个月里面金星跟火星都在水瓶座 所以水瓶座的朋友们就会很有力 比如说太阳,木星,海王星都在双鱼座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们在这个月里面 也会觉得自己很多能量是很强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能量相当的集中 会造成某一些星座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比如说金星跟火星合像在水瓶座的话 它就会造成狮子座,金牛座,还有天蝎座的朋友们 会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一点 另外就是太阳,木星,海王星都在双鱼座 所以也会对变动星座的朋友们 带来一些比较大一点的压力 所以像处女座的朋友们 双子座的朋友们 还有射手座的朋友们 也会感觉到大小不同的一个压力 但是因为像金星跟火星是跑得稍微比较快一点的星星 所以带来的能量相对会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 从3月7号之后 金牛座,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的朋友们 要特别小心一点 这几个星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里面 因为金星和火星的合像 会带给你很强烈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的脾气比较烦躁一点 这种情况会是比较多一些的 另外是在月中之后 因为金星和火星的合像 会和天王星形成四分像的角度 那四分像的角度在占星树上 传统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角度其实会跟破财 就是钱不见,东西坏掉 或者是受伤流血有很大的关联性 还有像是被电到烧烫伤之类的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的这几个星座的朋友们 都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这样子的天象 其实和诈骗还有金融市场的波动都很有关系 所以在三月的后半个月里面 要特别提防诈骗 或者是金融市场的起起伏伏波动 会是比较多一点的 跟钱有关系的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谨慎注意 好的,接下来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适合星座的朋友们 在三月份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在三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对于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整个三月份里面呢 是属于你和客户之间的缘分 很好的一个月哦 所以水瓶座的你呢 如果是从事销售啊 业务啊 或者是服务业的话 这个月里面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哦 那当然如果你想做出更好业绩的话 这个月呢 一定要好好抓住这些客人哦 这个月里面呢 有几段时间呢 工作运势相当好的哦 那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 一定要好好抓住哦 在三月一号到三月十号这段时间呢 水瓶座的你呢 因为水星的加持下呢 你是头脑动得很快 相当精明的一群人哦 在职场上呢 办事效率是很高的 如果你是做文创业 或者是你做研发啊 或是科技相关工作的话 其实表现都会很好 整体的工作成绩好 工作效率呢 都会比你的同事来得更好 那在三月七号到三月十四号 还有三月二十四号 一直到三月三十一号的 这两段时间里面 水瓶座的朋友们呢 客户员是相当棒的哦 你的客户真的很喜欢你 水瓶座你本来就很喜欢交朋友啦 那这两段时间里面呢 你和客户互动的时候 很懂得怎么去抓住客户的心 看客户就像好朋友一样 你的客户呢 会因为这样子呢 相当的相信你 对你推荐的一些产品呢 也会更加的喜欢 那当然呢 你的业绩呢 就会节节高升哦 所以水瓶座的你呢 如果想要冲高自己的销售业绩的话 这两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有件事情是水瓶座的朋友们 也要特别注意的 从3月15号一直到3月31号 就是整个后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因为四分项的影响哦 那水瓶座的你呢 情绪是比较不稳定的 而且呢 耐心也是越来越不好的 有时候呢 会有太过心急 会有出错的情况发生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水瓶座的你要记得哦 随时随地保持你的冷静 保持你的理性 才能让你的工作表现更好 那有些水瓶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会遇到一些突发的困难 或者是会有一些意外 从天而降 会让水瓶座的你呢 一时被吓傻了 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你一定要记得 先稳定住自己的心情 比如说先深呼吸 让自己呢 心情维持在比较平稳的状态 你就更能够快速地解决 这些突发的问题和状况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 在水瓶座的同学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学业还有考试的运气上 前半个月其实还不错 但是后半个月 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哦 在3月1号到3月10号的这段时间 不管是大考 正招考试 或是小考校内考试的部分上 考运都很好 那这段时间 因为水星的加持哦 能量是还不错的 那水瓶座的同学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 记忆力很好 而且呢 很聪明 反应也很快哦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有很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呢 从3月15号 一直到3月31号 就是整个后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水瓶座的同学们呢 其实不管是大考 正招考试 或是小考校内考试的部分上 考运就真的没这么好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水瓶座的同学们 在后半个月里面呢 常常就是处在一个不太专心的状态下 比如说你开始想要念书 念到一半 突然就 诶 我什么事情没有做 就打开手机看一下 或者是呢 你念书念到一半 就常常收到同学 或是朋友寄来的一些讯息 让你整个人呢 就完全没有办法 专心在你的课本上面 考试的时候呢 也很容易考到一半 就突然分神哦 那当然 对于水瓶座的你来说呢 这段时机就不太容易 考出好的成绩 那如果你想要考出 更好的成绩的话 在这段时间 备考的时候 记得就是 手机通通关起来哦 好好的用心在你的书本上面 那在考试的时候呢 记得保持专心 在每一个题目上呢 是很重要的事 这样子呢 自然就可以让你拿到 更好的成绩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 在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这整个三月份里面哦 你的赚钱能力 大概是12星座的前三名 真的很会赚 但是你的花钱能力呢 也是12个星座当中的前三名哦 是属于相当会花钱 花钱花很快的一个星座 所以在这个月里面呢 如果你想要达到一个 财务平衡的话 一定要记得少花一点钱 多存一点哦 那在3月1号到3月31号 就是这整个月呢 你的赚财运是相当的强的 那特别是水瓶座的你呢 如果是自己开店做生意 自己当老板 做直播带货啊 做网拍 或是做销售或业务工作的话 你可以说是卖什么就赚什么哦 你的商品是收到很多客人喜欢的 那当然呢 这个月里头业绩就很棒 会让你多赚不少的钱 那3月1号到3月8号这段时间 也是水瓶座的你可以多把握的时间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在不动产相关的买卖运势上 是相当良好的 那如果你是自己做不动产相关投资的话 是很容易会有很好的获利的哦 那当然如果你在这段时间要去找房子 想要租房子 或者是你想要买房子的话 也很容易找到价格合理 物矿呢 也还不错的物件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3月7号到3月31号这段时间呢 是水瓶座的你购物欲望 超级强的时间哦 这段时间里面呢 你看到什么东西都想买 常常就是因为像火星的影响上 你就会一冲动呢 就一直买买买买买买不提哦 那当然这种情形下就会让你不断的有金钱流失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想要多存一点钱下来的话 这段时间记得一定要好好的控制一下自己的购物欲望哦 另外是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 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很容易买到一些瑕疵的商品啦 所以千万不要呢 因为你买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便宜哦 就一直买买很多 这有可能会影响失大哦 那在3月15号到3月31号 就是后半个月的时间里面 水瓶座的你呢 其实破财几率也是还蛮高的 特别是家电类 因为呢 这跟天王星的四分下有关系哦 所以电器类损坏的几率是很高的 只要是插电的都还蛮容易坏掉的哦 所以水瓶座的你呢 可能会面临到的是 你生活上的一些家电会有损毁啊 坏掉的情形 那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 倒是比较容易失手 摔坏一些锅碗瓢盆之类的 就是不小心 把这些东西弄坏了哦 所以对于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在后半个月呢 因为破财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哦 使用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哦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 身体健康好 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对于上升太阳在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运势大致中等平稳的 那偶尔会有几天交通运 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那在身体健康相关的部分上呢 3月15号一直到3月31号这段时间呢 是属于健康运 比较不是那么好的时间哦 那水瓶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脸部的皮肤红中痒啊 或者是会有触电 或是会胃痛的情况发生 那这一段时间 就是后半个月里面 记得不要使用一些来路不明的保养品哦 那使用电器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不要被电倒了 吃东西之前呢 一定要确认一下食物的新鲜度 千万不要暴饮暴食哦 那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发生的话 一定要尽快就医治疗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桃花云的部分 对于上升太阳带着水瓶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你要记得哦 从3月7号之后 桃花云就是一路上扬 所以呢 这整个月可以说是桃花云还不错的一个月份 在3月1号到3月6号这段时间呢 我是建议水瓶座的朋友们就保守一点啊 不要去认识什么新朋友 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认识到的对象 多半还是想要跟你搞暧昧啊 一夜情的对象会比较多一点 当然对象不见得是不好啦 只是有可能到最后 你跟他的关系发展 就变成是那种一夜情 或是炮友关系 当然有可能是走进一段稳定的感情 但是呢 这些对象当中有一些呢 是会说谎话的 或者是他已经死会 有可能和你变成小三哦 所以在3月1号到6号这段时间 我是建议你就观察一下这些对象就好 不要太快做决定哦 那从3月7号一直到3月31号 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说到过的 你的桃花运呢 是一路上扬的哦 水瓶座的朋友们呢 人缘很好 桃花很多 主要是因为呢 有金星还有火星的加持 会让你整个人呢 可以说是容光焕发 而且相当的有魅力哦 很多人会主动接近你 喜欢你 想要跟你交朋友 那当然呢 这些人当中就是属于品质 好坏参半 你要自己去分辨啦 另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水瓶座的朋友们 你呢 如果看到喜欢的对象 一定要主动一点哦 你主动去和对方 有一些互动的话 感情是很容易会有好发展的哦 那如果你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水瓶座的朋友们记得 一定要好好展现你的爱意 千万不要太害羞 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 会可以保持距离哦 记得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再保持什么距离了哦 这段时间呢 积极直接一点呢 会让对方更喜欢你 感情呢 也很容易会有开花结果的机会 如果你还是保持距离的话 就真的有一点浪费这个好运气了哦 那这个月里面要特别小心的是 3月1号到3月10号的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烂桃花出现几率是还蛮高的哦 多半都是那种很喜欢说谎话 然后告诉你他是单身 但是其实他根本就已经已婚啊 或是死会的这种类型 会把你骗得团团转啦 所以水瓶座的你呢 在3月1号到3月10号 这段时间要记得烟放烂桃花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哦 那因为土星的影响呢 其实有一些水瓶座的朋友们 可能会觉得你和另外一半的关系 在这一年里面是比较疏远一点的哦 而且有一种越来越远的感觉 但是这个3月份里面呢 因为7号以后呢 你的感情运是会一路上扬的哦 如果你希望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感情 可以多加稳一点的话 其实可以把握一下这个月份 那从3月7号开始 一直到3月31号的这段时间呢 水瓶座的你呢 会因为金星和火星的影响呢 让你处在一个非常浪漫 非常热情 而且呢 性能力很好的一段时间哦 你话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呢 整个人呢 就很喜欢一些浪漫的事物 那水瓶座的你呢 只要好好利用金星和火星的能量 其实你在这个月里面呢 可以和另外一半之间 把之前呢 可能比较湿温一点的感情 或是比较冷一点的感情互动呢 变得越来越火热哦 像是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可以安排一些约会啊 送一些小礼物 嘴巴甜一点哦 都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很开心 那当然在床上多做一点呢 也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 你的心是在他身上的 感情呢 也会因为这样越来越加温哦 所以呢 一定要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有一件事我还是要特别提醒水瓶座的朋友们哦 在3月1号到3月6号这段时间呢 有一些勾引和诱惑 还是会出现在你身边的 那当然呢 还是请水瓶座的你呢 好好拒绝掉这些勾引和诱惑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哦 才不会对你目前的感情和婚姻造成伤害 那在家庭生活的方面呢 3月15号到3月31号这段时间呢 水瓶座的你和家里面的长辈 比较容易起冲突了哦 可能为了钱也可能呢 因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比如像政治之类的话题呢 会和长辈之间比较多的一些讨论 然后就变成吵架 越聊越不开心 所以呢 在3月的后半个月 和长辈之间尽可能的 就是保持一个礼貌的安全距离 有空呢 就慰问一下长辈过得好不好 这样就好了哦 不要聊太多敏感的话题 不要聊到钱的事情 就比较不会吵架咯 今天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天米思 我们下次见 拜拜